哈喽各位同学,欢迎回到资料科学,DataScience 我是亚洲大学资讯工程系的老师和成员 在上个影片,我们说到视觉化的重要 因此我们在这个影片,我们将会来介绍什么叫做资料视觉化 那跟用经典的案例来为大家说明一个好的资料视觉化的图或表 它可以给观看的人或听众什么样的资讯 借用小当家的特级厨师 大家一看到他的徽章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特级厨师 这个就是最好的视觉化的效果 换句话说,一个好的视觉化的图表 只要我们一看到就懂了 就懂了报告的人,他们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多费口舌 或者是拼命的解释,我们想要跟他说明什么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最高境界 我们需要花费蛮多的时间,一步的一步慢慢的达到 除非你是一个高手或者是很厉害 可以一次学完就马上知道怎么样子 就可以达到让观众或听众一看到你的图表 就懂了你要说些什么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累积跟经验慢慢的累积才能做到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 这个案例 他把很多的资讯放在这张图里面 他的每一个颜色或者是粗细 他都有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个图还会被称为说是一个经典案例 大家只要一看到他,然后就可以了解他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当然这个所谓的大家是指说要对那张图的背后历史有些概念 假如说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 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理解的人一看到 他可能也就是会觉得他就是一张图 一张表而已 并不会有一种看到就懂的感觉 就像是小当家他的特级厨师 假如一个不是厨师的人 或从来没下过厨的人 看到那个徽章 他可能还是不知道那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种看的就懂的境界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下面的听众或者是参加的与会者 他们都有一些我们想要跟他说的这些事情的知识 或者他们对于这些领域有有些know-how存在 也因此有的时候有些人在报告之前 他会用简短的一页或两页来先帮大家科普一下他所想要报告的知识 或者是尝试 这样子下面听众或者是长官们才会对于他说想要让大家看到的图跟表会比较容易了解 而不是一看就什么样子都不懂 或者是完全没办法获得报告者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 也因此来说我们像这个图它是指拿破仑东征的一个路线图时间温度 还有拿破仑东征的时候的军队 那假如我在一开始没有说到这个是代表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也完全会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不就是很像是一个陆地的样子 然后走到这边 然后这边有个地名 然后下面是分别针对它的温度 因为这边有看到温度的部分 然后就没了 因为没有说一些背景资料的时候 大家就不知道这张图的含义 那这张图它确实是一个地图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板块 然后这边有个板块 还有这边有个板块的部分 然后呢 拿破仑是从左边 然后带着军队往右边前进到莫斯科 然后呢 黄色的线 表示是拿破仑他的行走的路线 跟他们的军队人数 所以可以看到最一开始人数很多 然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然后黑色是他们回来的时候的路线跟人数 就看到一开始去的人这么多 回来的黑色这么少 所以这就表示说拿破仑东征的时候打了败仗 而下面的时间 它表示那时候的温度 你可以看到在某些时候温度特别的低 特别的低 然后或者是说 在某些时候它的温度会有一些变化等等 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图的细部说明 这张图最左边是法国的边境 也就是拿破仑的出发地点 他会从这边开始带着军队出发 而右边是俄罗斯莫斯科 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莫斯科 这一块的地方 换句话说 拿破仑预计带着大量的军队 从法国的边境走到莫斯科去进购莫斯科 那当然他途中也会遭遇到一些抵抗 那也更有一些推进 黄色的路线 表示是行军的路线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这边法国这边是莫斯科 那我们从这边走到这边 已经会有它的路线存在 所以这是它的去尘路径 然后回尘的路线 就是这条黑色的 就是这样走 然后呢 黄色的宽度 就表示拿破仑东征的时候 他一开始军队的人数 所以这样这样子的图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一开始从法国出发的时候 人数很多 然后走到莫斯科的时候 人数变少了 这个中间有很多事情 像是可能遇到俄罗斯的反击 或者是军队水土不合 因而少了人 也有可能是那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疾病 然后在行径中又少了很多人 但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从一开始人数多 到莫斯科的时候人数变成这么少 那同样的回尘 这条黑色的也是回尘的时候 人数然后走到回来的时候 变成超级少 跟黄色一比 你就会发现 黄色几乎是黑色的 不知道几十倍 或甚至到一两百倍 所以就可以知道 拿破仑这次东征的时候 他是输得很惨 然后人数也减少很多 去尘 有刚刚说的那些原因 回尘也有可能有那些原因 像是回尘的时候 因为他们撤退 所以 莫斯科的军队 就反击或追击 然后途中也因为水土不合 或者是温度的变化太大 然后让他们的人 就变少 那有可能又遇到了疾病 等等的事情发生 所以才会变成 去的时候 人数很多 在途中就越来越少 然后回来车的时候 又继续变少 然后到最后变成 只有一点点的人数回来 这个 是上面的人数跟路线的部分 那下面的部分呢 则是当地的气候 也就是说这个点 是表示在这一块地方的气候 这个点是在这块的时候的气候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大来看 把它放大来看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11月9号 -9度 然后11月14号的时候 是-21度 像这样的落差 大概落差到了-10多度的时候 假如是没有在冰天雪地生活过的人 就很容易会有水土不服 或者是过于寒冷 或者是冻死的状况都可能发生 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 拿破仑东征或回程 他的人数的变化 像这种图 他就是要让我们说 让我们了解到 有时候一张图可以夹带很多很多的资讯在里面 那这种都称为叫做高维度的资料 那这种高维度的资料 在用呈现上 就是必须要有非常深厚的经验 才能用一张图来表现出来 不然的话 在对于初学者来讲 都会尽可能的利用分段式的方式来呈现 例如说我先呈现人数的变化 然后再呈现温度变化 或者是再呈现路线的变化 那像这种 把全部的东西合在一张图里面 他需要一个非常雄厚的经验才会做得到 那对于阅读者来讲 他也是在考验阅读者 因为阅读者也必须要从图中来发现 来探索 才会逐渐的知道原来这张图 报告人他在里面放了很多的资讯在里头 换句话讲 像这种高维度的图 对于报告的人 听众或观看的人 他们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经验 或者是一定的程度 才能互相的了解 就像是高手才能认识高手那样子的状况 一个好的视觉化 的图跟表 它的成败 它的重点是在于 怎么样子来让阅读的人可以快速理解 我们所放的资讯 并且 还要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个是一个好的或者说厉害的图 它的重点所在 也就是 观看的人 听众 你可以一看到图 就马上知道 报告者 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然后并且可以从中 获取到正确的资料 然后来做出正确的决定 那在Python里面 绘图的套件有很多 那平常会比较来做使用的 或比较容易听得到的 叫做这一套套件 叫做MatePlatLab 这个名字念起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不顺 因为它事实上 它是从MainLab加Plot 画 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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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library 三个字所合成的 他所想要表达的是说 我画出来图 跟MainLab 画出来图很相像 因为我很多是参考他们 来做绘画图的 那因为我是要画图 所叫做Plot 画出来 然后我这个本身 它是一个韩式库 他可以让Python来做使用 所以我是library 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人家我这套套件的命名方式 那他在Python里面要做使用的时候 像我们用Python的Colab云端平台 或者是我们用本机自己所安装的Anaconda这些 我们要用ManPlusLab画图的时候 我们要先加这一句 百分比ManPlusLab inLine 有加了这句话之后 我们所画的图才会呈现在Colab的平台里面 显示在萤幕给我们看 同样的Anaconda的Jupyter Notebook也是需要这一行 他才会显示在萤幕给我们看 不过有一些版本可能他已经把这一行画内建起来 所以这个要让同学试试看 有打这一句话跟没有打这句话会不会有不一样 假如没有不一样的话 他就表示已经内建在里头了 假如不一样 也就是有打的时候图才会呈现在萤幕上 没打的时候图不会呈现在萤幕上 那就表示还没内建 那我们就需要每次画图之前就要写这一行下去 那要使用ManPlusLab 我们就是ImportManPlusLab 那ManPlusLab里面 他又有一个非常被人常拿来使用 叫做PyPlat 这个通常你只要导入或引入这个就已经够使用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ImportManPlusLab.pyPlat 来作为我们导入的韩式库使用 那因为这个名词太长 假如在写程式的时候都要打这么长会很累 所以可以用缩写的方式叫ERSPLT 就是我把这么长的句子这么长的名词 把它缩写成PLT三个英文字母就来取代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没有来说明这个ManPlusLab 他的语法怎么来使用 那同学们可以参考ManPlusLab的官网 去看他怎么来使用 而且官网里面有很多的范例档 可以直接用他们所释放出来的程式码 来直接改成我们要的图形 最后这个影片的最后 假如同学们对于视觉化 或者是资料视觉化有兴趣的话 建议可以参考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他会来介绍说 怎么样子的视觉化方式 是他觉得是比较漂亮的 或者是比较容易让人所能理解 然后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把我们的资讯 可以很简单的秀出来给大家看 而且他们之间会有关联的 也许你看了这部影片之后 对于视觉化又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希望同学会喜欢这个单元 请不吝点赞订阅